应该说呢,咱们的课呀,到了现在,才算刚刚开始 第九课 贝、迈和特指的一些介绍 咱们说呢,这个贝和迈这两个字母呢 单独啊,它就有介词的意思 贝呢,是相当于地点,跟地点有关的介词 也就是类似于英语里的at,或者是in之类的 在某一个地方,贝呢,是这个意思 然后me呢,me是,就是从哪来 相当于英文里的from 但是它不能通用啊,就是它是有这种含义在里面 那么下面我来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 比方说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bevacasha bevacasha 这个词呢,可以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这个bet 第二部分是后面这个 后面这个东西呢,它单独是一个词 单独这个词呢,叫做bacasha bacasha是什么意思呢? bacasha是要求的名词 相当于英文里的request 所以什么叫bevacasha 你看这个bacasha呀,你不能说bacasha是吧 bacasha太难听了 所以你把第二个b就改成v 所以你管这玩意念bacasha是吧 bacasha呢,你从字面上来理解,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 在请求之下 所以它是请的意思 值得一提的呢,值得一提的呢,是这个 我念的是bevacasha 我念的不是bacasha 是吧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大家看这个第一个bet前面 第一个bet下面,点两个点 数着两个点 照理说它应该发清音 就是bac的音 但是呢,我发的是bet音 因为,如果它自在一个词首的话 所谓的清音呢 很多情况下都是发一个小的a的音 可能比正常的那个a啊 要稍微的再弱化一点 但是要带一点那个a的音 所以这个词呢,再念一遍 bacasha 希望大家记住 这个词呢,用的是非常普遍的 这个词呢,我觉得我们以后还有不要再讲了 它还有别的用法 再来 这个里面呢 mem这个字母呢,并不是介词 我举这个例子呢 一是因为这个词非常常用 二是因为 它也可以显示出 像上面这个bet一样 虽然它底下是两个点 但是它 你想一个词的开头 你怎么 你怎么 念出一个m 但是你什么音都不发呢 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 念作medabere medabere medabere呢 就相当于英文里的speak的意思 比方说 atammedabere if read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叫做 你会说西伯来语吗 至于这个句子里 其他的元素呢 咱们一会再说 然后下面就是关于这个特指的问题 特指呢 西伯来语里有一个标志 相当于英文里的定贯词的 也就是这个 hey这个字母 只不过它发ha的音 也就是说 你把一个什么名词前面 加一个ha 这个词呢 就变成了特指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空格 而是这个名词前面加一个hey 这个整体呢 是写在一起的一个单元 它是一个词 举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的校名叫什么 对 叫这个 叫 technion technion的全名呢 其实不叫technion 叫ha technion 换句话说 我们学校是一个特指 这个词 我忘了有没有给大家讲过了 大家请大家先念一念 这个就是 universita 就是university 大学的意思 然后呢 我在前面加了一个bent 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在大学 对吗 大学是特指吗 应该说呀 大学 有些情况下是特指 有些情况下不是特指 比方说 在我学习的地方 那个城市叫做海法 海法呢 只有一所大学 如果把我们学校 叫做学院的话 那么那所 只有一所大学 叫做海法大学 所以如果你在海法 跟人说universita 大家都知道 你指的就是海法大学 所以如果在海法 你说到universita 大家都知道 你肯定是特指 也就是说 你在海法 提到所谓的大学的时候 那么那个universita 前面 自然而然的 就带着一个ha 所以如果你想说 在海法你说 在海法大学 那你应该怎么说呢 叫做 ba universita 也就是说呢 但是如果你不是指 如果不是特指 一个大学的话 而是普遍的 一个大学 你就说我在大学学习 ifo ta lo met ani lo met le universita 是吧 那就是一个轻音的be 也就是相当于 这里的be 换句话说 如果不特指 那么这里 就应该用轻声 也就是be universita 但是如果它是特指 那么理论上来讲 我们应该说 be ha universita 但是呢 没有这么说的 大家都说 ba universita 这个就是特指的原理 希望大家 下学多研究 那么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 几个 常见的句子 这个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个疑问词叫什么 对 这个疑问词叫做 epo epo是where的意思 我前面说过 mem这个字母 它相当于英文里的from 那么 me f o ta 那就是where are you from me f o ta 怎么回答呢 a ni mi sin 这个 这个发me的音 a ni mi sin sin是什么 sin就是中国 需要注意一点的是 借词呢 和后面一个词 是连在一起的 刚才的be va kasha 是这样 ba uni bir sita 是这样 它们都是一个词 这里也是 me f o me f o 也是一个词 a ni mi sin mi sin 也是一个词 那么 西伯来语呢 是这个 以色列的官方语言 以色列叫什么呢 以色列的西伯来语名呢 就是他 这叫做 Israel 如果呢 你把它拆成一个一个音节来看呢 要这么念 叫 Israel Israel 但是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R的音呢 一般会发得很轻 所以 以色列就叫 Israel Israel 还有一个国家呢 是跟我国临近的岛国 就是他 叫做Yapan Yapan呢 就是Japan 也就是日本 需要注意的一点 为什么把这个国家举出来呢 是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个道理 就是在西伯来语当中呢 原始的这个西伯来语 并没有 J 能发出J这个音的东西 所以所有的J呢 都变成了爱 比方说 有个人名 英文里叫Joseph 西伯来语里没有 同等的 同等的一个词呢 一个人名叫做Yoseph 看Joseph Yoseph 没有J 只有爱 再比方说 这个城市的名字 这个城市 叫做Yafo Yafo 也就是雅法 雅法是什么 特拉尔夫雅法 雅法是一个古城 那么 这个东西的现代英文名 叫什么呢 叫做Jaffa J A F F A 你看又来了 西伯来语里没有J 只有爱 这个音 所以你看 这个所有的J的音呢 都要改成爱的音 Yapen 是这样 Yafo 也是这样 那么最后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词 咱们现在在干嘛 咱们现在在学西伯来语 对吗 西伯来语叫什么 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 Evrit 所以大家以后 就可以把Yavrit 跟Meta Bear 联系起来 当然前提是 你是一个男生 你可以问别人说 Ata 对一个男生说 Ata Meta Bear Yavrit 如果别人问你 你要斩正解写 跟他说 Ani Meta Bear Yavrit 今天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Meta Bear